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汇基金上季投资收入有五百多亿 案年赚多超过一倍 案季仍然减少五成多 海关正破历尼最大中泛汇冰毒案 减获近三亿元怀疑冰毒 美国明天大选 特朗普一日内穿梭五个摇摆州份拉票 拜登就集中在上届民主党落败的州份吹票 各位 本港外汇基金上季投资 案年赚多超过一倍 但案季仍然减少 金管局说虽然本港银行资本充足 但香港不像其他地方那样 可以大规模向市民派钱 受港股意外的其他股票 上季投资收入创新高大动 外汇基金上季投资收入 案年升超过一倍 赚528亿 但案季就减少超过五成六 头三季合计 外汇基金投资收入 案年减少近七成 至到624亿 上季进账最多的其他股票 赚近300亿 是历尼最多 来自外汇股值调整 赚147亿 债券投资收入 按年就减少七成一 只是赚85亿 期内恒生指数跌近九百七十点 拖累港股投资 按季转蝕三亿 但亏损幅度比上年同期有所收窄 第三季外汇基金投资支付 比赛正储备款项有74亿 金管局说疫情和地缘政治影响本港和环球经济 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脱折 而美国大选结果会不会有很大争议 亦令市场恐慌 但有信心本港金融体系能抵御冲击 总裁余伟文说 虽然银行资本充足 但香港不像其他地方 可以大规模向市民派钱 如果我们财政上不够强的话 其实很容易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汇率制度产生怀疑 然后可能港元甚至受到冲击也不一定 我们不像其他的经济体 是说可以一路耍钱去支持经济 而是甚至印钱去支持他们一些财政的活动 他又说住宅楼价受到疫情影响比较反复 但交投大肆平稳 一手市场需求仍然强劲 当局会继续监测市场变化 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报道 海关破获历尼最大宗怀疑冰毒案 涉及大约3亿港元 暂时未有人被捕 海关在上个星期四在青衣海关验货场 在一个由越南经香港前往澳洲 报称再有水泥的40呎货柜 发现251包怀疑冰毒 共重501公斤 总值2亿9千8百万 水泥不是高价值的物品 而业界他们通常都会为了减低运输成本 就会尽量将一个货柜满载 这件事就令到我们有一点点怀疑 有个别的水泥包装是特别膨胀一些 还有它有些包装的重量 就与它本身声称的重量是有不同的 是轻轻一点 冰毒在澳洲黑市价比香港高五倍 海关说不法分子透过迂回的路线运输 希望避过海关的检查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宜报导 消息说再多大约6人确诊新冠肺炎 其中3宗和煤窝银矿湾的酒店群组有关 而过去的周末不少人出街庆祝万圣节 政府就提醒市民要置律 否则不排除再次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消息指新增的确诊个案中 3人和煤窝银矿湾的酒店群组有关 部分人去过度假住宿 另外有一人也都初步确诊 社交距离措施上星期再度放宽之后 慢性节期间酒吧最多可以四人一台 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两点 多个酒吧区出现难得的热闹 但热闹过后也都人来忧虑 上星期五晚八间酒吧负责人被检控 星期六慢性节前夕夜晚 再有至少11间酒吧负责人涉嫌为例被检控 另外54名顾客被票控 另外卫生署核下学生健康服务中心 除了西九龙政府合处的中心之外 其余12间逐步恢复周年健康检查服务 学校会通知家长有关安排 而全部长者健康中心即日起也都逐步恢复正常服务 无线电视记者利入昆报道 警方拘捕立法会议员许智峰 涉嫌在5月8日内务委员会会议作出扰乱行为 令到被捕的人数增加到8人 民主党的许智峰早到西区警署 就其他案件报道期间被捕 他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警方昨天已经拘捕7人 包括民主党的尹兆坚 胡志伟 黄碧云 工党张超雄和主席郭永健 以及立法会前议员陈志传和朱海迪 他们涉嫌在5月8日立法会内委会会议 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中美关系是大选焦点议题之一 由北京学者认为 特朗普或者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对华的政策都会有不同 但中美关系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变 驻北京记者曾经报道 由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 到美国封杀华为等中国电讯设备商 以至近期两国互相关闭总领事馆等 中美近年在政治、经济等问题针锋相对 甚至有分析认为中美进入新冷战 中美关系很多人说到了临界点、转折点 到历史上最复杂、最困难、最充满变数的这么一个时期 学者又认为由近年中美关系情况推算 如果特朗普连任 美国对华政策将会持续强硬 他可能还会继续 因为他的思维方式、理念是很能改变的 为了维护他的所谓的白人之上 美国的宗教和领导地位 他就不断地去搞一套新的东西排斥中国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的趋势 他说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上台 相信不会延续特朗普对华强硬的态度 客观上拜登要做一年的时间 要去修复美国的一些盟友关系 国际形象 国内的种族的矛盾 贫富的差距 经济的衰退 疫情的蔓延 这次他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对付中国 和处理国际上的事情 他可能更多的借助是跟多边的协调 跟盟友的关系来对付中国 学者又认为如果特朗普成功连任 或者需要时间评估对华政策的成效 而拜登上场也都要处理美国国内矛盾 无论哪个当选 预计中美关系短期内都不会有太大改变 无线电视着北京记者陈金布报导 中国电商设备商华为 据报打算在上海车厂生产晶片 完全不用美国技术 突破美国出口管制带来的困难 美国去年5月开始实施出口管制 8月更加收紧限制 令到华为难以获取先进晶片技术 晶片供应开始出现困难 为了打破困局 金融时报引述消息说 华为计划在上海车厂生产晶片 完全不用美国技术 确保核心的电讯设备业务 继续有足够晶片供应 厂房会由合作伙伴 即是大股东是华雄半导体母公司 又得到上海市政府支持的 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 负责凝困 首先是由成熟制程 例如45纳米晶片开始 期望明年年底开始生产相对先进的28纳米晶片 可以用来制造智能电视 密联网设备等 到后年年底生产20纳米晶片 用在5G网络的电信设备 仍同手上可以用一两年的晶片库存 令到5G业务能够继续下去 但是新厂房对智能手机业务 帮助就不大 因为技术要求更加高 有分析员认为 即使是28纳米 已经足够微補电信系统业务的不足 因为中资公司比外资 一般能够更加容忍高成本 但是营运效率较低的情况 据报华为最终目标 是晶片生产过程 全部使用中国制的设备 不过相信要好当年之后 自成事 这也符合上星期五中全会规划 2035年科技自立自强 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要求 华为和上海集成电脑研发中心 都拒绝评论报道 但是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曾经说 公司强项是设计晶片 也希望协助可信的供应商 发展晶片和相关设备制造能力 形容帮人也是帮自己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谦报道 欧港股连跌四个交易日后 在11月第一个交易日反弹 大市高开167点 早段一度升近280点 有全吉利母公司为电动车项目 引入最多9亿美元融资 加上获大行上条目标价 吉利半日飙升一成 其他汽车股也炒上 长期广气升超过半成 比亚迪再创上市新高 花旗认为内银股最坏时期已经过去 农行急升6% 建行就升近4% 金价回升 紫金升6% 恒生指数最新是报 24349点 升241点 总成交是652亿多 恒生科技指数跌5点 看下最活跃港股 腾讯控股升5毫 隔离汽车升1.7 阿里巴巴升3.4 美团升4.6 小米集团跌3毫 比亚迪升11.6 建设银行升2.2 中心国际跌2毫 中国平安跌9毫半 营赋基金升2.5 升2.2 看下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升5.5 邮邦保险升6毫半 中移动升1.4毫半 港交所升2.2 中华煤气无气跌 恒生指数期货11月升98点 总成交8万2千多张 看下内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跌4点 深淨成分指数升155点 迪径平均指数升333点 看下美元回价 日元104.73 英镑1.2906 澳元0.7006 欧元1.1634 全看下港元回价 美元7.7544 每百日元7.4028 欧元9.0215 英镑10.0078 瑞士法郎8.4507 加元5.8129 澳元5.4327 新西兰元5.116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 伦敦黄金买卖价每盎司 是报1880.8 1882.8美元 半港九九金 是报17410元一两 最后打下天气方面 在大致天晨和干燥 吹黄缓北至东北风 1点钟气温是29度 相对湿度53% 控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 紫外线指数是6 强度属于高 新闻报道人 再位